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 緊緊奔向到最深的地方 願你的生命寧靜溫暖如海洋 在少數民族當中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文物 保存了 也傳承了很多的一些文物的價值 所以我們在今天的節目當中要請黃館長 來跟我們談一談他的這些共性 是 我想黃館長從90年開始 就成立了少數民族文化的調查隊 到現在其實累積大量的文物 在文字的紀錄上已經超過了百萬了 那圖片 黃館長剛剛也跟我們講了 這個超過了30萬的這個照片 幻灯片 所以可以說是為我們少數民族 他們的這個生活文物 紀錄了一個大量的紀錄 尤其在現在的文明快速進步的狀況下 我們常常會很感嘆的是 少數民族的這個文化逐漸在凋零當中 所以這一刻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長期的工作 可以說是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一個長期的保存 可以說是為我們累積了非常非常珍貴的資料 可以說是為我們累積了非常非常珍貴的資料 謝謝館長來到節目當中感恩感恩 謝謝 謝謝 館長是不是先跟我們來談談 其實2021年真的不是一段非常短的歷程 但是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就是在剛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對像中國西南少數民族這些衣裝、銀式、器物 有這麼高的這個興趣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這個姻緣 可能因為我自己本身從小喜歡畫畫 然後也喜歡藝術的這些領域的東西 早期在讀書的時候也喜歡到台灣的高山 或是這些民族的地方去看 去玩 但是後來覺得好像當時能夠看到傳統的保留東西 比較少 直到後來剛好20多年前 開放我們可以到大陸探親旅遊 然後一個因緣之下我就到了雲南跟貴州 發覺說因為他們那麼多年來的一個 對外的一個比較沒有開放 反而讓這個傳統的民族的這些 藝術傳統的這個都保留得非常好 那我就覺得很訝異 本來想去玩的 結果看到怎麼還有這麼多好東西在那邊 所以回來之後就比較常去 然後看到它那麼美的東西 我覺得不記錄起來很可惜 所以就嘗試著用一種簡單的 我們常常稱為土法煉鋼 就盡量的去記錄他們 當時最簡單的就是拍照 還有做一些文字的一個 他們口述我們把它做記錄的工作 然後沒想到做著做著有沒有 發現一個人投入不夠 就請了很多的朋友 甚至後來就請了很多 包括台灣 香港 或者尤其大陸當地的研究人員 這些專家一起來參與我們的工作 所以前後一放就20年過去了 那這個過程呢 就覺得自己在裡面跟他們互動之間 也體認到說一個社會的經濟的發展 有時候他的這個傳統的文化 不自覺當中也會有一些部分的消失 那剛好這樣一個特殊的因緣之下 我們就嘗試著看看能不能 把一些這個過程做一點紀錄 那當然這是原因自己對那些東西很喜歡 還有一點就是說 他們這個東西真的非常的美 那文藝我們紀錄的重點有沒有 從他 因為少數民族嘛 我們從他的生活的型態 尤其最明顯的是他的傳統的服飾 那其實我後來才發覺說 他們這個傳統的服飾 穿在身上有沒有 當然我講的是指他們重大簡慶的這種 我們稱為聖裝 比較正式的服裝 不是那個平常工作的服裝 那這個服裝上面所顯示的 簡直就是一部活的歷史 所以這樣的一個因緣就讓我們覺得說 停下來 停不住 就一路一路這樣蹲著去 一直做了20多年 是可不可以為我們來介紹一下 為什麼這些服飾這麼樣的精彩 他們的這個美不只是說 它的色彩的豐富 以及它的這個幾乎跟他們的生活 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 也可以跟我們談談就是說 到底這些重要的這些文物 它的美在哪裡 為什麼這麼吸引你 然後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些 比較特殊的一些作品 一些收藏品 是 這裡頭我們剛剛講到 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有20多個族 將近30個這個少數民族 那我們通常講少數民族就是 好像單一民族 可是在每一個少數民族 如果說細的來看它的話 其實又可以分成很多很多不同的 我們稱為知系 比如更細分 那在這個各種不同的知系底下 它的服裝型態 它某一些的生活型態也有不一樣 那您剛剛提到了比如說 我們如果講西南的民族當中 以服飾感覺上它保留的 而且它當時的這個傳承的最好的 應該是以苗族是最豐富的 當然像遺族 瑤族這些東西都也很精彩 但就以苗族來講 我們現在經過20年的調查 它幾乎可以細分超過200種不同的形式 也同樣都是屬於苗族 可是它的服裝是完全完全不同的 那這個不同的服裝的形態上面 它就各自記錄了他們這個歷史遷徙的故事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可不可以帶了一個圖片 是 對 館長介紹給我們看 是 它上面的這個圖案 如果說我們講的一般我們普通的衣服 就是說 還能夠這個衣服穿的是很漂亮很漂亮 可是在他們來講 已經不只是屬於漂亮的層次 他們上面就記錄了大量的歷史 比如說我們看它這個 這是衣服上面的圖案 那一般傳統的服裝 怎麼會衣服上面有這麼多人物 這麼多動物 你看 這是鯨魚的圖案 那這個是一個傳統的很典型的 苗族的其中一個織系的衣服 這是在貴州的一個東南州 東南的前東南自治州這個地方 那我們在這邊做了大概有超過30、10次的一個往返 就是20年之間的一個紀錄跟調查 才發覺它裡面很多服裝上面的圖案 我剛剛提到這有鯨魚 那我們想在貴州不是多山嗎 對啊 那我們山上會有鯨魚呢 對 那我們就問那個老媽媽說 你這個圖案是哪裡來的 是不是哪裡去看到人家圖案 她說不是啊 這是我們祖先傳下來的 這就有意思了 那你的祖先怎麼會有鯨魚的圖案呢 然後她一開始就唱歌給我們聽 所以後來才發覺說他們傳承歷史的方式 他不是用文字做紀錄 因為他們比較沒有傳統的文字 那這裡面有一個讓我很訝異的 也是一種學習就是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 即使他沒有文字紀錄 沒有文字不代表沒有他的歷史跟他的文化 只是說他的傳承方式不同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就發覺很強烈的 他是用圖案 用口傳的方式來傳承 傳承他的歷史 比如說他們口傳的歷史裡面 就唱歌就告訴我們說 他們祖先來自東海之濱 東海之濱就是黃河長江沿海一帶 那他的祖先是什麼時候在那邊 在三四千年前 是居住那一帶的 所以他的三四千年前的祖先 他們看到金魚 所以他就把那個所看到的那些故事 然後就把它畫起來 然後就把它繡在服裝上面 所以這樣的一個圖案 可以在他們身上傳了幾千年 然後一帶一帶傳給他的子孫 所以我們發現這一點的時候就是說 從紀錄一個非常美麗的服裝之後 也很感動說 原來他們用這樣的方式在紀錄歷史 是 那個叫做亮通 然後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亮通就是眼睛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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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電視的照片照片 那你繡花是跟外婆學的呢 還是跟誰學的 是一代繳一代 是和外婆繡的 就是媽媽的媽媽繡的 我就牛切的 來看這個樣子破線繡 我們一代繡一代 那你的女兒有沒有學會繡你的花呢 她沒讀書 因為有大功啊 那個錢啊 她沒不費繡花的 她不喜歡繡花 繡這個沒得吃 大功得錢多一點 得錢多一點 所以她不喜歡繡花了是嗎 繡花了 您所拍攝的紀錄片 這個清水江炭的寧靜呼喚 我非常的感動 看到裡面其實真的有活的一個歷史 就是真的當地人 他們孩子 一些老媽媽 她孩子真的就是用針 用線 真的就還是在那裡做這個手工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談一談 你們這個拍攝的一個過程 還有這個紀錄片 它最重要的一個價值是什麼 是 我們在村在裡面 當時在裡面呢 第一個就是要跟他們 取得一定的一個了解 因為他們很少碰到外人來嘛 所以帶著他們村在的時候 他們就有點緊張 是 所以我們常常就需要 花一點時間跟他們相處 然後建立一個互信 之後呢 他就慢慢的 他就會把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除了他的故事以外 我們也發覺他們 大量保留了非常傳統的一些 服裝製作的技術 這個技術在現代社會 尤其像傳統的漢族裡面 是看不到的 比如說我們漢族在做衣服的時候 他那個繡工啊 大部分都是平繡啦 這幾個少量的 幾個繡法 可是沒想到在這些村在裡面 比如說以剛剛我講的那幾個村在 我們發現有30多種 都是傳統沒有用的技法 那我們那時候想說 哇 這麼棒的東西 那怎麼把它記錄呢 所以剛剛仔細在拍照片 所以我那時候常常就背著相機去 就是把它用分解動作 他修到一分鐘停 然後一動一動一動 這樣子把它那個過程把它拍下來 可是後來發覺照片還是不連續啊 那後來近年呢 因為攝影器材的比較方便 我們就試著說用攝影的方式把它記錄 所以有時候去了要待一兩個禮拜 然後把他們這些 在製作這個傳統服裝的技術 這個過程慢慢把它記錄下來 那我常常講說 當時並沒有想說要拍一個好看的紀錄片 只是想說把他們這個看起來 很容易或是即將消失的這些傳統的技術 把它完整的把它記錄 那未來如果說有人想要再去學習 或去了解的時候 至少可以有很好的這個資料 那因為時間久了嘛 那片子累積多了 累積多了之後 我們就試著說好 就給大家剪成一個 大家比較容易看得懂的一個片子 所以這個紀錄片的源起也是這樣來的 是 也跟我們談談就是當地人的生活 我們其實從紀錄片裡面看到 其實現在好像目前也是生活的還是蠻辛苦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談當地人的生活 然後這個技術 它似乎也會有面臨到傳承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談談這個部分 我們在村寨裡面跟很多老媽媽做訪談的時候 感覺到最大的壓力就是 他們常常會感嘆說 哎呀 下一年輕人他們都不學了 那我們就問他說你為什麼不學呢 他說因為他們到都市裡面去打工 錢賺的比較多 那在這裡做一件衣服呢 賺不了錢 那為什麼呢 一件非常傳統的很精細的衣服 他從開始繡花 他把它做到完 往往要花兩三年的時間 這麼久喔 所以一件好的衣服要花兩三年的時間去做 那以現在的生活生活的形態 他不可能花兩三年去做一件衣服 而且也賺不了錢 所以他們就到城市去打工 可是相對的因為沒有人做 他的技術就慢慢慢慢就逐步的 就是傳承的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另外一點就是你剛剛提的 他的生活型態 因為像這些民族地區呢 他通常稍微比較偏遠 比如說他多山 當然物質條件就比較差一點 那傳統的建築啦 或者是生活的地方都比較偏僻 所以他的生活在物質條件 當然就比較輕苦 可是這幾年當然經濟發展得很快 所以改善的速度也很快 但是相對的就是 他這個消失的速度也就伴隨的 也是有一點點 因為這個兩難之間 那比如說我們在村寨裡面 我突然就好像我到了村寨就好像回到我小時候 好像我們台灣的早期的鄉村地區也有這種現象 比如他的廁所 他很小心 為什麼 每次要去上廁所 他把全身上下東西要先偷出來 因為他是兩塊木板 然後等一下要嘛就是一個桶子 要嘛就是一個坑 然後沒有燈嘛 所以要上廁所晚上要拿個手電筒走過去 所以為什麼要把身上的東西拿下來 要不然手機不小心就掉下去手機 對 再撞起來恐怕就不能用了 所以像這個就是現在 村寨裡面的形態基本上都還是這樣子 非常辛苦 他那個田地有沒有 都還是用傳統的耕作的方式 那為什麼剛剛講那個 我們講大肥嘛 就是這些肥料對它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個地方沒有什麼太多的化學肥料 所以他如果不這樣把它收集起來的話 其實我們 所以我才想到說以前我們常說 不小心採到叫黃金 在當地這個真的是黃金 如果沒有把這個分辨收集起來 它的田地的肥料就不夠 所以你的莊架就種不好 所以對他們講 其實是很珍貴的這些肥料 所以我剛剛講這些生活型態 其實都還保留了一個比較 相對傳統的生活型態 是 是 是 我在想就是說 你可以談談就是他們這些 衣物以及這些飾品的一個特色 因為其實跟中原的這個 單一的漢族文化比起來 其實當然漢族文化也有很多的刺繡 也有受到少數民族影響的這部分 但是他們的東西其實 實際上是精彩的很多 在顏色上或在圖案上 其實有相當大的一個不同 以及它的精彩度 可不可以稍微介紹一下這個部分 漢族人他生活越講求效率 所以後來就慢慢單一化 那所以有一些比較可愛的這些圖案 或是一些比較繁複的工藝的技術東西 漢人慢慢就用得少了 因為它太沒有效率了 你說現在是會叫他做一件 因為五花三年就沒有人願意去做 可是在那個地方有一個特色的就是 它的服裝除了傳承歷史文化以外 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我剛剛很跳的是這種所謂的盛裝 茂盛的盛 那我剛剛再舉剛剛 我們就看了很漂亮的圖案這個地方 這是它就一個濕洞地區 他們每年有一個重大的節慶 叫做姊妹節 那姊妹節就在清水江 我們說為什麼叫清水江畔 在這個很傳統清水江畔呢 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生命的泉源 因為要有水它才有辦法生活 那就會在每年的這個 就是五月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跑到這個地方 有一個三四天的一個集會 在那裡有一個節慶叫姊妹節 那姊妹節就是所有附近幾個鄉鎮的姑娘 他們是全家出動拔山涉水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因為裡面的衣服不能穿著走過來 它從上到下就有很多很多的銀飾 那個銀飾有時候多達二十幾個配件 所以加起來要十幾二十公斤 這是銀飾 再加上它的服裝都很精美 所以這個服裝是到了江邊 在那個沙灘上面 所以全家出動爸爸媽媽是把它這樣子 挑過來 挑那些服飾過來 那要開始跳舞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著裝 光是著裝要穿一個多鐘頭 那為什麼要穿這個東西呢 因為跳舞的時候 尤其是那個四分年齡的姑娘 要把它穿起來 然後就圍在一圈開始在那裡跳舞 那這個是對他們一輩子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為來自於各個不同地方的 這些山上的村民 竹民到這個地方來 是一個很大的聚會 是一個可以選擇對象很重要的時間點 比如說女孩子才穿這麼漂亮的衣服 就圍在那裡跳舞 那旁邊就很多的小夥子 男生就圍在旁邊挑選 所以跳舞就是找到他自己心儀的對象 一生的伴侶 一生的伴侶就在那裡找尋 那他不是自己看 全家出動幫忙看 就是這個人好 這個人好 那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這個好不好呢 不只看他 不是只有看他漂不漂亮 其實早期我也不懂 後來我常常跟著他們在那邊 當然我們是沒有摺偶的條件 可是我們在那裡觀察 他就圍在那邊看 不是看他的臉長的漂不漂亮 是看他的袖子上面的這些繡花 看他的這個家學 對 我就想說 你們怎麼不看人是看那些花 後來他就告訴我 他說如果他們小姑娘 五六歲開始跟著媽媽學繡花 七八歲就試著開始要 縫著一件他自己的嫁衣服 那等到長大的時候 十七八歲要出嫁的時候 往往那個服裝是他自己做的 或者是他的媽媽或是奶奶 傳給他的 那如果說看他上面的衣服 繡得好不好 就可以判斷出這個女孩子 適不適合做一個好的對象 是的 我後來發現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因為如果你繡得好 這個女孩子一定是很聰明 還有這種方法他手要很巧 對 還有他要很勤奮 因為一件衣服要繡那麼久 所以如果之後你看 又聰明又勤奮 然後又很有耐心 這就是做一個好太太的條件 就我發現比起我們現在來講 他更有智慧 很有意義 所以你剛剛講那個衣服 他就不只是說穿漂亮 他還有肩負這麼一個 重大的一個所謂的任務 所以對一個姑娘家來講 他就想到 我如果衣服繡不好 我可能會嫁不好 甚至嫁不出去 所以那件衣服已經不是說 隨隨便 他是變成他把一生的幸福 都寄放在那件衣服上面 所以我想在繡那件衣服的 不管從公益 尤其從情緒上面 情感上面 它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是用生命在 跟幸福的期許在做那件衣服 所以我就發覺說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他的服裝為什麼會做那麼的精美 其實是有背後的意義在你 館長 其實您也帶著這些文物 在美國做了很多的一些展覽 我發現西方人對於這些展覽 相當的重視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談談 你們這些展覽的成果 是 因為原先我們只想做保存的工作 結果沒想到前幾年 美國的博物館 他們因為知道我們有這樣的東西 他們就前後來了幾次看了 然後後來他最重要是看到 後面的記錄的這些圖片跟資料 他們發覺這是一個 已經不是一個服裝展 是一個歷史文化故事的展覽 所以他們就跟我們問我們是不是可以 把這樣的一個少數民族的文化 來做一個展示 那我們也覺得說如果有機會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姻緣 所以我們就挑了大概500件 然後把這個歷史故事寫一寫之後 讓他們在美國做了三個博物館的巡迴展 就花了一年的時間 有三個博物館就做了一個巡迴 沒有想到在當地引起很大的一個迴響 所以他們也很訝異說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喜歡來看這個展覽 那後來他們找到一個可能性就是 因為這些都跟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而且又是有漂亮的服裝 又可以跟他的文化產生關係 那我們也很高興的 有機會讓這些作品展示在西方國家在這邊 那其中有一個故事呢 我是聽到最感動的 長期因為在當地我們工作的時候 往往有當地的老太太就是本民族 像一個苗族的老太太 我跟他那是十五六年了 我就每次跟他講說你要幫我忙 我想要把這個做的紀錄詳細一點 他當然很認真的幫忙 但有時候他總是抱著懷疑的眼光 你們漢人來做這個東西做什麼 結果沒想到在我們展出的姻緣 他剛好在聖塔菲的時候 他也被邀請到那邊去 是別的事件也這樣 後來他就看到這個展覽之後 他激動的不得了 然後一回到大陸的時候 他下飛機第一個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黃先生 我現在能夠知道 你當時跟我們講的是真的了 因為十幾年來 我告訴他說 我們這個是希望把他做一個好的保存 但是他親眼看到的時候 他很大的感動 所以後來我們把這個 展覽的某些片段的影片 把他剪接回去給他們看的時候 引起他們更大的迴響 他說原來我們都去這麼受到重視 但我覺得這樣是讓他回去他們村寨當中 告訴他們的竹民說 我們都去真的很受到重視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把它保存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得到最大的一個回饋 心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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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